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杀掉你见到的第一个人 什么 你想要你的妻子和女儿活命吗 我告诉你我做不到 杀掉你见到的第一个人 否则你将永远看不到你的家人 我说了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少尉 别让我等太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算什么呢 我为他出生入死 可他却出卖我 谁 我的老板 别去报复好吗 你现在活着多不容易 你就让他们忘记你的 我也想忘记 我特别希望忘记 可是仇恨沾满了我的心 仇恨会迷惑人的眼睛 看不到这样发生的危险 当你放下仇恨时 其实一切都是美好的 你已经休以兴风这么多年了 你真的要去送死吗 靠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怎么能对抗你的老板 你怎么能对抗你的老板 就算你真的杀了你的老板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他们呢 我那些死去的部下 他们就白死了吗 是 善恶都会有报应 他们这样出卖你 早晚会受到惩罚 你这样顶着锋芒上去 不仅做不到杀光他们 还会白白送上一条命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懂得这么多的道理 回国以后 我去了寺庙 这些都是师父开导我的 仇恨是不能解决的 唯一可以解决的 是你那颗仇恨的心 你现在活着 为什么还要去仇恨呢 你可以隐藏起来 他们不会找你的 你一个人 不会有什么危害 他们很清楚 阿虎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在梦里 看见我那些死去的战友 他们都瞪着眼睛 看着我 他们结束了陈氏的日子 这不能怪谁 可是我们有个约定 同生共死 阿虎 这是一个承诺 访继统 比鞭勇都重 我必须尊重 我必须尊重 你答应我 你啥丫头 我不让你走 睡吧 睡吧 什么 请问时辰 请问时辰 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联系 我以为你还在中国警方的监狱里呢 我出来了 怎么出来的 他们让我到你身边来做卧底 什么意思 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国警告的活动 那你怎么敢联系我呢 你应该了解我 我会杀了你 我如果不答应他们 他们能放我出来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 谢德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信任吗 你可以不信任我 但是我告诉你 我既然出来了 就是没办法的意义 这么多年你应该够了解我 自首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有意义 与其自首 无其做到地方 我不如选择我自己该走的 和我自己不动作 你的妻子和家人呢 中国警方不会为难他们的 毕竟有法律的约束 他们拿我们为办法 找机会吧 找机会把他们接出来 那我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了 你被北极熊出卖了 战友们都刮了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来办法 我凭什么告诉你 既然你已经是警方的卧底了 谢德 我是真卧底还是假卧底 你肯定能分辨清楚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被控制 你现在是孤身意义 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用 你认为中国警方 还会以动用力量来对回你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 我 我不勉强你 我也理解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出来就是为了帮你 你认为我真的不需要 没问题 但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做了不太做了 再见 等等 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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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 我需要你的保重 我们在哪里见面 我会用秘密发给你呢 但是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你一定会杀你 我如果通过就不会来找你 好 稍后你会收到我发给你的时间和地点 我在那里等你 收到 通话结束了 完毕 你们的报告 我都仔细看过了 这次你们的表现很出色 行动出现披露 不是你们的过错 特种作战行动 情报是先决条件 两次行动 我们都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 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这说明蝎子确实是一个强劲的敌人 他的作战经验超乎常人 智商也极高 在国际军舰 这样的人物确实不多 只有早年的雇佣兵头目疯狂麦克 可以与他媲美 有点孤独求外的意思 但是这次蝎子 确实被打得很痛 他的小队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自己也被北极熊那边给抛弃了 下面的故事怎么发生 也只能靠推测 如果不出所料 蝎子会找到北极熊去报仇 北极熊那边兵枪马壮啊 靠他一个人是改变不了局面的 后面的事情还很难说 但是我想蝎子再厉害 也不是个超人 失去援助的他 只能被北极熊活活吃掉 我知道 你们都希望蝎子 能够死在你们手上 我是更想亲手宰着的 但是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我们不是 报仇的江湖浪子 没有命令 我们不能公报私仇 你们都是成熟的解放军战士 在这里 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我们是军人 我们可以展示忘掉蝎子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们的任务还很多 不光要盯着蝎子的脑袋 你们还要盯着所有敌人的脑袋 同志们 你们是国之利刃 是要随时准备出击的 直取地球的手机 排除一下干扰 完成党和军队交给你们的任务 你们准备好了吗 军队准备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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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哪儿 你就这样对待我 我不相信 来吧 好 动手吧 我知道你的作风 你不会信任我的 那你还在来 因为我信任你 我既然来了 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邪总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 你做得出来 但我还是想来见你 为什么 为了一句承诺 我对你的承诺 通上公司 什么 只有你 会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出现 我也是一无所有了 要么把老底坐穿 要么披死一路 但是你了解我的 我是不会把老底坐穿的 宁愿战死 你为什么答应要做卧底 你为什么答应要做卧底 何况我现在已经没有被卧底的价值了 我派出来的时候 我派出来的时候 你还不是现在这种局面 你可以选择逃跑啊 我不会扔下你的 我现在很庆幸 当初你离开我 否则的话也许你会和他们一样 都广 可是现在这话 你活着 我倒是很后悔 当初离开你 否则的话 结果一定不是这样的 我欣赏你的自信 这不是自信 是事实 谢总 我既然回来了 就希望跟你重新开始 欢迎你回来 我既然被你抓住 多年了 我也是 你可不得了 我 soc了 你可不得了 的 你可不得了 那是我要死了 靖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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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